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的环节 先请出我们的嘉宾 有尔才晶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外侯在这里 Raffy 早晨 刚刚跟你跟进了外围的市况 再跟你跟进商品价格的情况 外围油价继续跌 其实近期的走势比较反复 一时就说油井数量减少 但现在又看到 又继续忧虑供求失衡的情况 看到纽约的油价在这里 跌穿50美元的位置 如何看回油价的走势 会否在50美元上落 如果说油价来计算 之前说过 都见到急跌完之后 初步有些稳定 也曾经弹上大约50-53美元的税位 但你看到弹完之后 其实都没什么力在上 反而这一段开始 又是叫做下落 意味着向上的动力 似乎还是差一点 而二来的 当然你说下面来计算 50美元这个关键湾是否很稳定 或是否还在50美元上落 虽然这段不断说 暂时油价还在50美元浮沉注 但以近这些 特别是昨晚的势头来看 似乎可能再向下 机会性还有一点 一来这一刻 又再穿回 即是纽约汽油 又再穿回50美元以下 即是变成这些大的齐流关口 都在了一步失手的时候 其实都意味着 整体的油价去向 似乎还是比较弱一点 而且以近期 特别是一些基本面来说 其实都几多的因素 影响着个别的供求 各样的因素 因为特别如果以近期 以反正是产油国 特别是利比亚方面等等这些国家 之前曾经都知道 大家受到一些所谓战火的破坏 很多的输油管 或者各样东西都有个影响性 阻止了供应 变相那一刻 可能油价就稍为靠稳一点 或者做得比较好一点 但这些所谓破坏了的输油管 其实到最近慢慢见到 都很修复 都很七七八八 亦都重新运作 兼着出口石油 变相供应量又再增加的时候 自然就对整个油价 都叫做比较不利 兼着以近期 另一边商可能以美国当地来计算 其实特别那些当地的煉油厂 那个的工潮 其实都见到一些扩大迹象 而所谓的煉油厂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拿些煉油回来 再做些加工 做些煉油 做些进一步的业务 变相如果工潮出现 令到煉油方面 意味着煉油的需求 都可能有一个影响性 变相刚才说到 供应可能多了 但需求在这些给工潮之下 可能有一些减少 变相供求失衡因素 更加越拉越大 所以整个油价方面 就这一排开始 特别这两天来计算 又再是弱点下来 稍后刚才说到一点 就以压力气候来说 又再穿回50楼下这些边位 暂时来计算 如果短期 当然看看就是50关口 究竟能不能够先收离 能够站得上去 我觉得又稍微不算 真的再继续叉住 可能也有机会 稍微做好一点也不期 但如果50关系站不稳的话 其实真的不排除 可能再试回之前的低位 大概46个岭 我觉得照看这个位置 究竟能不能够站得住 当然希望能够站得住 未至于一浪低一浪 如果这一刻 连46个岭都失手埋的时候 意味着转着一部镇省油价的机会 我相信还是比较高一点 好 跟进完油价的走势 再看看就是今价的情况 都见到今价年跌两天 不过就欠收在1200美元的关口 这些位置 如何看回金价的表现 看回刚刚公布的一些数据 美国上月的二手楼销售 往月都有跌 跌近5% 而且数据公布之后 看到美元的走势 就是收窄了升幅 而金价方面 会不会继续影响着金价的表现 当然以隔晚来说 刚刚上一节也说到 昨晚虽然美国有个别的数据 都公布了 但你见到市影响性 特别美国来说 就不算太大 但刚才提到对金来说 昨晚初段也有些影响 特别数据差 刚才提到美元就跌下去 变成金价昨晚也曾经 叫做淡上去 但你见到最终 其实都淡不起不得 再了一步轻轻 叫做收低多一点点 去回大约1200关口 叫做拉脚 意味着 暂时来计算 纵使你看到美国各的数据 不是特别理想也好 但以往来计算 数据一不好了 对金理论上有很大的支持 但这刻 数据一般都好 但对金的支持性 实际上不太强 明显地市场这刻 看金不是单单 看各别美国的数据 就去判断金如何走 反而投入其他因素 看金如何走 因为以近期其他因素来看 似乎仍然是比较不利的金 当然一来 刚才上一早也说 希腊事件 虽然你见到昨晚来计 提交方案曾经延迟了 但正如上一早也说 提交初稿延迟了也好 但市场看法其实不负面 甚至觉得只要今早6点之前交得到 其实就没太大问题 反而是最招内容 而刚才提到最新来计 今早也交了方案的时候 其实这方面大家看法都比较乐观 也意味着过关的机会是比较大 即是意味着进一步 对希腊那个可能之前害怕的脱钩 或者是违约的忧虑 似乎这一又再是放分低一点 自然少了一个所谓不担心忧虚的情况之下 金最简单的 一个避免因素又失去的话 自然是相对一定是走下去 所以看到这一段开始 其实金明显地是走先一步 弱了先的 意味着市场看法 一向都觉得这件事不是特别担心的 所以如果这样最终是过关 我相信这金还有机会再试下去 所以暂时来计 金价当然是1200关 我们看大位 如果真的失手完的时候 我觉得有机会试一试 大概110到这岁位 好 谢谢Rafi 最后再跟进港股方面的情况 今早早就要是低开 低开60点 报在24776点 而刚才都见过 开始之后跌幅有过大的情况 都跌过一百点 松一点 现在跌幅稍微收窄 跌90点 报24745点 国企指数跌18点 报12022点 大市成交暂时到82亿 当然拖累大市的两只股份 5号的汇控 和11号的恒生银行 业绩做得一样 看到拖累了大市 现在如何看大市的去向 会不会说今天继续收到 研究情况继续要下跌 其实以恒指来计 相信接下来都会继续收回 业务因素左右 因为刚才都说了 外围的事件 其实初步都明朗化 我觉得关系机会都比较高 而另一边商 我们明天才服侍 所以今天也没有了这个指标 以今天来说也好 短期来计算也好 我相信恒指另一个聚焦点 就是看整个业绩期的因素 或是整个个别的蓝筹 如何走 才影响后势去向 而今天来计算 1990凌点其实算少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 你看回这个成份股里面 除了刚才说的 可能即差的会控恒生拖累之外 其实连一些赌股 譬如银宇都跌成超过3% 油股更加跌得急 中石化跌成6% 即是那个跌幅都成1%油股 那这些因素之下 其实都拖累到整个恒指 其实都变相会比较反复一点 所以暂时来计算 我相信恒指这一刻来说 都会稍微轻轻 回一回试回来 大概24700点附近左右 600点附近左右 挨近10天20天的铁线 试一试这位置先 但当然是穿不穿的话 就算是轻轻穿一穿也好 下面还有大一点的位置 大概24300左右 我相信只要这一阵 能够站住24300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又不是说真的太差 但当然上面来计算 好后来就是 未来当我们复了市 或者外围好像希腊过关之后 究竟有没有力水 令到整个恒指推上二万五楼上 如果破得到 那我才是进一步有个上升意味 否则的话 都暂时在这区间里叫上去先 好 谢谢Rafi 跟我们跟进了 就是大事的情况 先跟进到这里 这一节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稍后再跟大家跟进 就是公布了业绩汇控的情况 现在正在做69.5 今天来说都跌超过3% 可以留意 休息一会 稍后再谈 我之前要讲一下 优优独播剧下来 체적置几个时间